测风 画叶子 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是大写议的 墨色变化比较少 看见吗 你们笔小可以多画几笔 多画几笔 还是调中等墨色 笔筋调浓墨 测风 这画荷叶 你要注意这中间是 齐 就是荷叶的这个中间那个点 然后你这个围绕着它画 都对着这个中心 对着中心 画到边 这个中间留白 不要管它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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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因为你用的墨比水比较多 它会印出来一点 印出来 这个也不用管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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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它稍稍干一点点 我们在下面画小荷叶 这个笔沾一点点水调一调 这样木色就淡下来了 然后笔尖调一点点浓墨 浓一点的插封 这是荷叶 再来一个 好了画好了吗 这个小荷叶不要给它印得很厉害 到时候你可以用一张废宣纸把它吸掉一下 吸一下 好然后画一笔 挑笼墨 全部是笼墨 这个大写一览它墨色变化不是很多 小写一览墨色变化比较多 点一下这是它的旗 然后画它的记 一直画的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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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叶子 上面画它的镜 龙墨 都是龙墨 在后面的 能看见 看见吗 嗯 干了可能能看见 现在湿的 效果不是很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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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画好了吗 画好了 我们长一点点准时 一点点准时 一点点就可以了 画这个镰棚 再画一个镰棚 这是镰棚 画这个镰棚 是吗 画这个镰棚 是吗 画这个镰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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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画这个镰棚 画这个镰棚 是吗 是吗 画这个镰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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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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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镰棚 这个镰棚 是清水笔 笔剑调属 这个镰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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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下 已经再调浓 一点的 我们画它的 我们画它的 荷花的瓣 大笔 也是很好看的 这个不能画到这上面来了 这个画过点 画瓣 画瓣 这个镰棚 这个镰棚 是吗 好 好 啊 好了,给它干一下,干一下它还要勾 然后调一个中等木色,比干一点 画这个饼 所以在这个中间 这有一些非白,不用管它,这是非白,干干的 不用管它的 下面你这个一笔要画下来 再来一个 这是这个大荷叶,存在下来 这里有个花,应该花浸在这里 你从这里下来,偏一点 画下来 然后笔条笼墨 有个小笔条笼墨 在上面点,点刺 趁它没有干,半干的时候点 现在点好像看不见 等一下干了以后它就能看见了 这个点字呢,有的画家点很多,有的画家点很少 有的点的很大,有的点的很小,有的点的很密 有的点的很疏 这个是个人喜欢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标准的 应该点多少 没有 只能是大概这个画法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掌握了以后 你随便怎么变都可以 等到你有名的时候 人家就照你的学 还有点的时候 如果这个地方画的凹进去了不好 你把它这个点一下 把它点出来 不就一下 不就一下 这个地方要用笼墨画画尾 但是这个没有干 就是不能画 所以你们在家里放在那里 等它干了以后 干了以后 在这里画一点这个画尾就行 就这样 干了以后 再画一点画尾 干干的笔 隆隆的墨 我们叫胶龙中蛋清 这个地方用的是胶墨 你看这个属红是透明的颜色 我们这个刺激 我们这个刺激化过以后 这个储红它是盖不掉的 这就是 要设定 我们做什么 这就是 这个地方有点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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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泡好了吗 我们调一点浓的薯红 这个比较浓了 你看对面有水流动 原来这个像水一样的 这在流淌 现在这个没有 现在是浓浓的 调浓浓的薯红 把这个花瓣勾一下 花瓣 在这个地方 我刚才的小铃铭 我们把这个花瓣的花瓣的花瓣 大部分的花瓣 在这个花瓣浓上 那是什么花瓣的花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调一点点藤黄 调一点点藤黄 下一点点准时 把这个 棉棚染一下 谢谢观看 然后这张就画完了 画完你在这里提个款 在这里也可以提个款 或者在这里 在这里都可以 这上面不用提款了 你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个清廷 也可以 这就是大写议 大写议级别就画掉了 很简单 中国画大写议的就是齐白石很有名 还有潘田圣、李苦禅 大部分画小写议比较多 小写议画起来比较复杂 内容比较多 哇 嗯 嗯 嗯 好的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看 好了,我们长一点点着实 长一点点着实 一点点就可以了 够这个 镰棚 这在 搁一个镰棚 这是镰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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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然后调一点点 这是薯红 很薄的薯红 薯红 很淡淡的薯红 这个笔 清水笔 笔件调薯红 挂一下 笔件再调浓一点的 我们画它的荷花的半 大笔 也是很好看的 这个不能画到这上面来了 这个画过点 画半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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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给它干一下 干一下 等一下还要勾 然后调一个 中等木色 比干一点 嗯 画这个饼 所以在这个中间 这有一些肥白 不用管它啊 这是肥白 干干的 不用管它的 下面 你这个一笔 要画下来 再来一个 这是这个 大荷叶 从这儿下来 这里一个花 你要指着 应该花 这个 茎在这里 你从这里下来 偏一点 画下来 然后笔条浓墨 用个小笔条浓墨 在上面点 点刺 趁它没有干 半干的时候点 现在点好像看不见 等一下干了以后 它就能看见了 这个点刺 这个点刺呢 有的画家点很多 有的画家点很少 有的点得很大 有的点得很小 有的点得很密 有的点得很疏 有的点得很疏 这个是个人喜欢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标准的 应该点多少 没有 只能是大概 这个画法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掌握了以后 你随便怎么辨都可以 等到你有名的时候 人家就照你的学 还有点的时候 如果这个地方画的 凹进去了不好 你把它这个点一下 把它点出来 补救一下 这个地方要用笼墨画画尾 但是这个没有干 就是 不能画 你们在家里放在那里 等它干了以后 干了以后 在这里画一点这个 画尾就行 就这样 干了以后 再画一点画尾 干干的笔 浓浓的墨 我们叫胶龙中蛋清 这个地方用的是胶墨 你看这个属红是透明的颜色 我们这个折石画过以后 这个橱红它是盖不掉的 这个橱红它是盖不掉的 好了 好了 泡好了吗 嗯 我们调一点浓的属红 这个比较浓了 你看都没有水流动 原来这个像水一样的 在流淌 现在这个没有 现在是浓浓的 调浓浓的属红 把这个花瓣勾一下 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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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骂 感谢观看 然后调一点点藤华 调一点点藤华 加一点点藤石 把这个棉棚染一下 好 好 好 然后这张就画完了 往往你在这里提个款 在这里也可以提个款 或者在这里 在这里都可以 这上面不用提款了 你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个蜻蜓 也可以 这就是大协议 大协议级别就画掉了 很简单 中国画大协议的就是 齐白石很有名 还有盘天色 米苦禅 大部分画小写意比较多 小写意画起来比较复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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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